土黄色的泥水滚滚而来 而民众站在一旁相当的忧心 这是菲律宾明达纳尔岛 几乎是全岛面积都泡在了泥水当中 包括了民宅 商城还有农地都无一幸免 目前还有两座农村也因为民宅被土石流掩埋 而造成了多人丧命的悲剧 目前当地是大范围停电的通讯设备也停摆 土石流灾区的搜救定度可以说是非常的缓慢 目前还有好几十个人失踪生死未捕 而天平台风预计在平安夜 也就是24号之后就会逐渐的离开菲律宾了 不过这场豪雨引发的河水暴涨 船运也是暂时停止 造成了6500多人 赶着要过耶旦的旅客也必须要全数的滞留